明朝有名的木匠皇帝 原标题 明朝有名的木匠皇帝 却因错信小人 最终把皇位善账给了弟弟 细数古代王朝中皇帝 明朝算是皇帝最多的一个王朝了 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被人所复之外 可能就要数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皇帝了吧 他就是朱尤孝 朱尤孝出名不是他治理朝政有方 而是他的手工艺过人而出名 朱尤孝从小就在皇宫里长大 可是他却与其他皇子不同 他从来就不喜欢读书 可是与他关系最好的弟弟朱尤简却博览群书 朱尤孝也经常拉着这个年幼的弟弟 一直在玩耍 虽然朱尤孝与朱尤简是同父异母所生 但是他们两人的关系却胜过亲兄弟 作为哥哥朱尤孝 从小就十分顽皮 只知道美日而乐也不专心不输 作为长子的朱尤孝 也是大明的继承者 他不思进取 大明王朝也就准定要走向灭亡了 当朱尤孝去世后 只有十几岁的朱尤孝 按照传统继承了皇位 大明王朝跟其他灭亡的风 建王朝一样 开国后因为皇族经历过贫困 所以 皇族一般都会勤俭节约大力发展经济 国民经济也就会快速发展 当皇族只懂祥乐 并且无心打理朝政 那就说明 这个王朝即将走向衰亡 明朝到了朱尤孝 就已经是在不辱衰亡的下坡路了 因此 大明王朝出尤孝 也有皇家富二代性格 也导致 他一直只懂得贪图祥乐 朱尤孝继位后 他就开始任用了自己的心腹魏忠贤 可是魏忠贤是后宫的一名宦官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曾经就立过祖训 不许宦官干政 因此 朱尤孝的这一举措 遭到了朝廷大臣的反对 但是年少的朱尤孝 执意要魏忠贤 来帮忙他打理朝政 朱尤孝因从小就没有认真的读过书 导致了他登基后 不能看懂朝廷百官上报的奏折 因此 他想依靠自己的心腹 来帮忙他处理朝中每日繁忙的奏折 可是魏忠贤本身也是一个文王 魏忠贤原本是社会上的小混混 但是好赌尘 幸 最终欠下了巨大赌资 在投靠无门的情况下 最终只能自攻 并进入皇宫内当太监 展开权文魏忠贤 逐渐加强自己宦官集团的势力 并且与朝廷上客室集团进行了和谋一直搜刮百姓的民之民告 朝廷的宦官集团更是出现了残害忠良 而外敌金国却对大明江山虎视眈眈了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朱游孝确确确只顾着自己的木匠工作 朱游孝一定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材料 当时他一定是一个好木匠 朱游孝对木匠工作的执着 更是到了废寝旺石的地步 朱游孝为大明的改良木制工艺品 更是数不胜数 他也是大明国动手能力最强的皇帝 朱游孝还经常带着魏忠贤带宫外游山玩水 有一次 朱游孝带着魏忠贤一起乘着游船到处游玩 朱游孝走出船舱 到船头观看美景 可是 刚刚风平浪静的湖面 突然就刮起了大风 游船也开始颠簸起来 这时站在船头的朱游孝 一不小心就掉入了湖 最终差点被淹死的朱游孝被守将就起 可是经过惊吓的朱游孝 回到宫后就一直卧病不起 后来自知十日不多的朱游孝 就召见了关系最好弟弟朱游季进宫义室 并把皇位传给了朱游季 返回搜湖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暗号 遗憾 监 暗号 遗憾 能够 您